欢迎收看本期《校长有话说》 1944年的8月8日 对衡阳来说是无比漫长的一天 残破不全的衡阳城 懂得在炮火、硝烟下的一片阴霾之中 而对于防守衡阳的第十军来说 也可能是无比漫长的一天 在衡阳中央银行的地下室金库里 充斥着绝望、无助、沮丧的氛围 守卫衡阳的国军最高指挥官 时任第十军军长的方先爵 在这个临时改造为指挥部的地下室中 听着敌军越来越近的炮火声 焦虑端视着周岸上无数求援无果的电报发文 方先爵脑中不断回想着过去46天的苦苦坚守 他明白最后时刻即将来临 而他也必须在这一天 做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抉择 衡阳第47天 最后一封发往重庆的电报 在方先爵的授意下 发出 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衡阳保卫战前后的方先爵 希望在影片的最后屏幕前的你 能对这位人物和人生本身有个新的认识和理解 1903年 方先爵出生于县安徽省宿州市的一个乡身家庭 自幼在家乡的学堂读书 小学毕业后考入徐州中学 中学时代的方先爵立志成为一名律师 后来方先爵胜利地考入了上海法政大学的法律系 在上海法政大学期间 方先爵开始接触三民主义 并逐渐产生了革命思想 正好当时也是黄埔军校父护招生 经过慎重考虑后 方先爵决定投笔从容 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三期的步兵专业 毕业后的方先爵 开始从部队的基层 开始一点一点成长 他从参加过北伐战争和蒋桂战争的洗礼 拥有了大量军事战斗经验 到了抗战前夕 方先爵已经成长为一名出色的中校团级指挥官 抗战全面爆发前 方先爵就参与上海和北上热和抵抗日军蚕食侵略的战士 1937年7月全面抗战后 方先爵所在的第三师 也奉命参加松户会战 在松户之后 方先爵再次转战台儿庄 南昌和长沙等地的主要战士 方先爵多次身居一线 也多次身负战商 到了1941年 中日战士进入胶着状态 已经身为师长的方先爵 随第十军参加了第三次长沙会战 作为最重要的城区防守部队 方先爵在军长李玉堂的带领下 顽强防守 第十军防守下的长沙城 始终没有让日军所占领 从而使国军完美击败了第三次来犯的日军 因为出色的指挥和顽强的战斗意志 方先爵也被任命为新一任的第十军军长 然而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 发动了攻势更大的一号作战计划 在两年后 1943年末 日军相继占领了长沙和长德 两个湖南军事重镇 紧接着衡阳就会成为日军南下的下一个目标 而衡阳的地理位置又尤为重要 多条公路、铁路和水印途经衡阳 使原本不大的衡阳成为了交通上的军事重地 如果日军占领衡阳 也就切断了华西南到华东南的联系 因此军委会任命防守出色的第十军 防守衡阳 方先爵也就担负起了衡阳安危的责任 因为前期几场战役的战损 导致第十军虽然拥有四个师 包含一个临时补充的战编师 但实际战斗人员也就不到三个整编师 也就大约一万七千多人 而方先爵和第十军所面对的 是整整十倍之多 大约十一万左右的日军精锐部队 面对军委会坚守衡阳十四天的命令 方先爵开始组织军民大修防御攻势 可以说衡阳的防御攻势 是抗战八年间最出色的城防攻势 包括大量碉堡交叉火力 十米深的反坦克豪沟德 我会以后专门出一期视频 在军事工程角度 为大家详细介绍衡阳的防卫攻势 总之可以说方先爵战前修建的防御攻势 给保卫战前期的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 日军原本计划一天攻下的恒阳城 却一直拖到了四十多天之久 虽然给予日军大量伤亡 第十军损失也十分惨重 使其原本就不多的战斗力 变得更加血伤加霜 不得已一些外围阵地必须放弃 组织剩余力量继续与城防 抵抗日军的进攻 此时方先爵早已完成军委会 防守十四天的命令 但是依旧不见援军的踪迹 第十军的伤亡数字不断飙升 到了8月5号 日军已经多处突破衡阳阳的城防防卫攻势 仅剩不多的守军 依旧靠巷战苦苦支撑着 又回到片头开始的那一幕 位于中央银行地下市指挥部内 方先爵和整个第十军的领导层 是无比绝望的 此时除了高达几千的伤员外 可战的人员只剩下两千不到 面对如此绝境 援军依旧是了无阴性 似乎除了战死成人 只剩下逃降被俘的选项 此时的方先爵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是自己带领大家战斗到底 然后到最后一刻 自杀成人 这让固然留下了自身 仪式方明 但剩下几千名的伤员 该怎么办 自己作为他们的军长 死后又有谁能为他们负责 等待他们的只会是日军破城后的屠杀 经过跟第十军其他高级军官的作用商议 8月8日方先爵决定带领大家有条件 与日军停战 其中几个条件是保留第十军的建制 日军给予受伤官兵医疗人道救助 不伤害城内战俘和百姓 日军答应后方先爵无奈遗憾地签署了停战 或者说是投降的协定 然而对于衡阳保卫战最后几日 方先爵的长子方略向我们讲述了另一个不同的故事 方略说父亲原本不打算投降 并且打算带领全体将士战斗到死的 但是因为第十军有几位高级军官的意志被动摇了 眼看着军长也无意带军突围 最后不想坐以待毙 所以藏起了方先爵的配枪防止他自杀 另一方面驾攻方先爵 游说其他几位师长 一同胁迫方先爵最终同意投降日军的计划 这也就是为什么原本投降的条件中 还有送高级军官去南京面见汪精卫 看似投敌叛国的条件 不管如何 方先爵在8月8日最终签署了停战协定 第十军解除了武装 从而衡阳沦陷 然而日军后来不讲武德 并没有履行原本的条件 而方先爵等高级军官 也被囚禁在衡阳外的一个天主教堂 或许依旧是有所不甘 方先爵在军统的协助下 三个月后 与其他几名军官逃出了衡阳 12月 重庆为过来的方先爵 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 请劫时并没有责怪方被服的行为 所以国府官方也认可方为民族英雄 蒋介石还特邀方先爵共敬晚宴 并且只有蒋经国一人作陪 然而一同随方先爵回来的 还有大量的质疑 质疑其投降叛国的行为 方先爵在后来接受采访时 也表示自己非常惭愧 自己既没有成功防守衡阳 也没有自杀成人 在当时对方先爵的评价就出现两极化 然而大量负面的评价 依旧是不可避免的 看到这里 我感觉方先爵的经历 很像我们所处置的另一位人物的处境 由于长期高强度训练 而跟剑断裂的运动员刘翔 曾带给我们很多骄傲 然而人们只记得 他在08年北京的黯然离场 和12年伦敦赛场上摔倒的无助 人们似乎忘记了 他曾给我们 或是说给整个国家 带来的之前所有荣耀 网上有越来越多的人 不分青红皂白 咒骂刘翔 同时刘翔自己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在我看来 刘翔并没有任何过错 他本就是靠一己之力 撑起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期望 作为大部分都督无为的我们 其实是没有任何资格 去评判一个 已经鞠躬尽瘁的个体的 虽然刘翔最后原谅了自己 选择以曾经的自己和解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欠他一个道歉 很多时候 真只能尽人事 而听天命 同样放在《方千诀》这里 人们只会记得他投降日军的那一刻 而忘记了此前整整46天的血战 人们只会指责他 没有最后一刻选择自杀成人 从而导致原本应该是完美 英雄主义的衡阳保卫战 一下变得让人无比遗憾 然而这些人又怎会懂得 赢得一世方明 流传千古当然容易 但能问心无愧地活好此事 直面一切 需要末代的勇气去支撑 方千诀宁愿牺牲自己的名誉 也要为手下数千将士 和民众寻求一条生路 这是不是比自己一死了之 更有现实层面的意义呢 几天前我曾发布了一个 关于军人投降看法的投票 首先很感谢50名粉丝朋友的参与 我给出了路上四个选项 既然我给出这些选项 就表明我自己完全理解 这些选项背后的逻辑、理由 我认为每个选择都是可以理解的 根据不同的角度 或者思考的背景 这里有70%人选择 与我一样的答案 这不代表说 其他选项就都是错的 在我看来 方千诀和第十军 尽了自己的本分 也完成了原本就很难的任务 衡阳更是打出了抗战期间 唯一一场日军伤亡人数 高于中国守军的战役 所以即便最终战败 他们靠牺牲证明了 他们始终没有辱没自己的使命 方千诀曾表示 自己最遗憾的事情 就是当年没有战死在衡阳 此后每年的8月8日 都是晚年方千诀最痛心的日子 或许老将军直到离世 都没能走出曾经的阴霾 历史的负担 在他的双肩上实在是太重了 可能死亡是每个人人生的最终结果 但它绝对不是我们人生的意义 欢迎各位在视频下方 留下你的看法 好了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支持我的频道 让我们在下期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